美联邦评价网络连接计划资金即将在4月底用庆 联邦通讯委员会警告 如果国会没有动作 全美近五分之一家庭很快就会无法在家中使用网络 或者要支付天价网络账单 该计划用以帮助低收入家庭支付互联网服务和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等联网设备的费用 符合收入要求的家庭 每月可获高达30美元的互联网服务折扣 居住在符合条件的部落地区 则可获得每月高达75美元的折扣 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 最快自5月起 2300多万美国家庭将面临断网 或者每年要多付几百美元才能上网 芝加哥卫生官员和医生说 儿童正在食用高剂量的四清大麻酸产品 这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了影响 这些产品看起来像流行的零食 名字叫Trips Ahoy和Sketos 但它们实际上是合成的四清大麻酸产品 比受管制的大麻药效更强 也更容易获得 有儿童来到急诊室 出现妄想 幻觉和呕吐等症状 很多时候 孩子们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 伊利诺伊大学药学院对这些产品进行了测试 发现其中一些比合法的药剂要强得多 93%的受测使用产品包装标签上的 四清大麻酸含量不准确 误差范围从61%到456% 其中一种零食中的四清大麻酸含量 更比伊利诺伊州大麻法定剂量高出70倍 根据加州州长纽森在2023年签署的一项新法 自2024年4月1日起 加州快餐行业的工人最低时薪将提高到每小时20美元 这在全美快餐业中都遥遥领先 得益于这条新法 加州将有超过55万的快餐员工收入提高 快餐店员工年工资约3.4万美元 但此种用工成本压力恐怕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目前加州已经有多家连锁快餐店放出风声 快餐价格将随之上涨 不过也有知名快餐店在提升自动化程度方面努力 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对冲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 莫斯科巴斯曼地区法院3月24日裁决 下令拘留莫斯科音乐厅恐怖攻击中的四名嫌疑人 并等待审判 法庭声明说 四名嫌疑人都被控犯有与攻击有关的恐怖主义行径 并面临终身监禁 有三名嫌疑人有对所有指控认罪 据悉该袭击事件已造成137人死亡 其中包括三名儿童180多人受伤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俄新社3月23日发布了一名参与袭击事件 嫌疑人的抓捕现场画面 该嫌疑人表示约一个月前 他在社交媒体上收到陌生人发送的信息 对方表示愿向其提供100万卢布来买凶实施袭击 要求他按照提供的地址对人群发动攻击 3月4日 该嫌疑人从土耳其入境俄罗斯 并于22日参与恐怖袭击 被捕时已得到通过转账而来的50万卢布 俄罗斯媒体说 这4名嫌疑人都是生活在俄罗斯的塔吉克斯坦公民